词曲 李宗盛 心里面 要爱要有人当秋千 我一想你就只现在我的身边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毛气泡 太早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毛气泡 太早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这个夏天一起逃跑 只带上你的笑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 想被你拥抱 这个夏天要去海边 天上橘子毛气泡 太早高心跳 保表不可预料 怎么办才好 特别人 天上橘子毛气泡 地帮 千与 全都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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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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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荒兵也跑了 我刚才叫他吃饭 他不在房间 那赶紧把他找回来啊 眼看天气快黑了 一会儿说还有雷震雨呢 找什么找 是饭不好吃还是汤不好喝 还是说他看不起咱们冬 我们所有人 有什么好找的 可是你们不想知道 为什么班长能一表入睡吗 有什么为什么 无非就是东海累了 难不成什么花仙子转世 能施魔法啊 施沉睡魔法的不是花仙子 是黑女巫梅尔菲森特 你甭管是花仙子也好 黑女巫也罢 能让班长长长眠不行的 就是好的安眠药 那叫毒药 我这是口误 飞哥你听我说 他一个大活人 到底咱们都跟他说过了 他要真想走 也没有理由找他回来 这个是香奈儿春节的新款 价值不菲 如果居于己有 屈不归还 那是要背叛不当得利罪的 超过一万块钱 是要被控以侵占罪的 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那得还给他呀 可是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他现在应该在世界豪城酒店 我说 话说你是怎么有他定位的啊 前两天 家的好友 你也够快的呀 你不会也给我装了什么定位吧 装了 两年前 今天呢我要参加一个很盛大的场面 那一般越大的场面呢 在服装上就要越追求简洁 应该把重点放在一些细节上 比如今天 我的细节就放在了我这款项链上 看上面的钻呢 可以让你在晚上的宴会里 看起来闪闪发光 想要气场两米八的小仙女 千万不要错过 跟我一起get起来哦拜拜 新鞋都要跟我做的 你这画的是 看不出来吗 嗯 看起来像天线宝宝 是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 蜘蛛侠 为什么要伪装那么多天线宝宝 这么穿 因为蜘蛛侠 被迫参加一场很无聊的宴会 他不想去 可是他的老板逼着他去 没办法 他觉得自己很准 很想逃跑 我知道了 他不想逃跑 你就是那个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 被你们老板逼着来参加宴会的 对吧 我特别能理解你 啊 以前呢 我爷爷总是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总是逃跑 我们俩呀就像是 人在江湖 不得不低头 人在江湖 接得不是身不由己吗 嗯 是吗 是啊 没什么区别吧 反正我的意思呢就是 我们的处境一样 怎么说 我也是破语无奈 才来参加这场宴会 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还得去见我的未婚夫呢 走了 走了 伪装成天线宝宝的蜘蛛侠 祝你今天晚上逃跑成功 走 这不是我们最近在体验生活的花大小姐吗 她一个晚上跟三个男人鬼婚 还好意思来她为婚夫陈锦然的欢迎宴会 也许人家各玩各的谁知道 你现在可是我们圈子里的红人啊 大家都羡慕你面付不起 自费学习为将来拴助老公做准备 看你这么努力 前面几个渴望沉默吉呢 珊珊那你真是太谦虚了 我知道你一直都暗恋我哥 几次投怀送报 人肉快递上门都被拒之门了 我特别佩服你这种 拼搏精神 就怪我哥的眼光太高 我不用太伤心 你 小莎 你们几个还真是好姐妹 没关系 我今天心情不跟你们记得 好呀明月 我们朋友一场 我也很羡慕你 还有一个不离不弃的未婚服 不过你这个未婚夫陈锦然也太低调 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我们大家不都是很好奇呢 他今天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 他就停车了 我先上来 明月 几日不见 你的撒谎技术下降了 这儿的酒店根本不需要自己停车的 不知道吗 我呢 就是喜欢他这种 凡事都要亲力亲民 一点都没有架子掉 到现在还在装腔做事啊 你不害臊吗 难怪你胳膊你轰出来了 真是越不要脸的人 越爱拿羞耻心说事 明月 明月 亲爱的 你怎么现在才来 他们几个就一直在欺负我 你的发卡拉在我这儿了 这个什么时候带不行呀 你看他着急的 你是陈景然 对啊 他就是我的未婚夫 陈景然 很帅吧 你说他是陈景然 有什么证据吗 老板 您不是说不来了吗 怎么又过来了 老板 我来替你向大家解释一下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这位就是我的老板陈景然先生 还有他的未婚妻花明月消息 他们今天本来有事来不了 所以让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各位要是不信的话 这个 是陈景然先生的邀请函 是吧 老板 黄沙沙 黄沙沙 别以为我不知道 之前那些事都是你在背后搞鬼 我花明月这个人呢 向来都是知恩图报 不过 谁要是招惹我 我也会 有仇必报 老板 可以放手了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哦 我是来还你发卡的 哦 我是来还你发卡的 哎 你们两个 我刚才才帮了你们 不会现在就忘了我的存在吧 你是谁啊 为什么帮我们 忘了自我介绍了 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就是陈景然的助理 陈隆平 不过也不是为了帮你们 这么无聊的宴会 谁愿意来啊 我早就想走啊 只不过呢 刚才看的花小姐 以夷敌食 觉得非常过瘾 就顺手帮了一把 就当交店也票钱了 是吧 很酷是不是 非常地酷帅 你说你是陈景然的助理 是啊 我们老板 他一定会非常欣赏 您的个性的 他昨天还在跟我们说 你们婚约的事宜呢 是吗 他还记得我 当然 那他怎么没有来啊 我找他有事 好 我们老板今天特别忙 谢谢你刚才帮我们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们就先走了 咱们走吧 好 秦东海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 以后呢 我就不打扰了 陈助理 麻烦你带我去见你们老板 郝小姐 这边请 什么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求你们陈家人这个时候 为我两肋插刀 也不能插我两刀吧 简直是欺人太甚 看来陈家已经放弃你了 咱们走吧 华小姐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要不这样 你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到时候 我去跟老板问清楚了 我再来联系你 回来了 爸 我刚才在外面听说 我们要跟花家解除婚约 是真的吗 对 是我让人放出 我给了消息 可是爸 花明月刚被他哥赶出来 我们就跟他们解除婚约 这事要是传出去 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们 怎么说花明月 佛罗拉现在是花明辰的天下了 他们兄妹之间闹得很僵 怕是没有挽回的余地 我不得不想花明辰表态 对了 你跟花明辰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这样 你们师兄弟约一下 吃个饭 探一探他的口风 爸 我不想去 不想去 我让你回国不就是来帮我的吗 你知不知道 咱们家的航空线一直在亏钱 我听说 花明辰最近要更换物流供应商 这次咱们一定要拿下 佛罗拉的独家合作权 跟花明辰见面的时候 别提花明月的事 我知道了 自从你接任董事长以来啊 因为工厂的事跟 牛总他们几个股东们 闹得不是挺愉快的 毕竟他们对第一工厂 也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啊 你再考虑考虑 趁机改善改善 跟牛总他们之间的关系 二叔 这酒呢偏酸了点 我换一瓶更好的给你 明辰 这 这酒挺好的 不损 不过你可以再开一瓶 好你个陈景人 竟然被信弃义落井下石 雪上加霜 背后捅到 谢谢你不取之恩 五花明月有事难忘 你看 能一口气说好多成语的 也不算个文盲吧 这背后插刀也算成语吧 雪上加霜 也有语法错误 你们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快看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太难过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会在你身旁帮你的 我答应过老董事长 做你的家庭教师 我会把你培养成一名 合格的继承人的 这叫什么路 这是绝路死路 我本来就是一个 无忧无虑的大小姐 突然半路出嫁 杀出来一个什么继承人 没有人天生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就你会说 反正我不要不想不做 别忘了 集团现在还不是你的 你在明月面前伪装成一个好哥哥 很辛苦吗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大心眼里接触过明月 是不是想等我死了 集团到手 又把他扫地出门 我真后悔 让你成为公司总裁 班长 渔渔渔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问清楚 那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爷爷 我理解你的心情 那你现在不应该打草惊蛇 应该搞清楚 这个录音是谁发给你 就是想要他给我一个答案 好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想好了吗 因为你把这个录音拿出来 他会主动跟你插谎吗 他不会的 而且你自认为的兄妹之情 只会感动你自己 根本感动不了他 因为在他心里 根本什么都不存在 一旦你把录音拿出来 就会逼他跟你撕破脸 要是好 你就会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不用你管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开门 开门唐叔 快点开门 哥哥 哥哥 怎么了 我收到了一段录音 爷爷出事之前 是和你在一起的 是你把爷爷气晕的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别忘了 集团现在还不是你的 在明月面前 没装成一个好哥哥 很辛苦啊 你是不是从来都能用 打心眼里接触过明月 是不是想等我死了 集团到手 就把他扫地出门 我真后悔 让你成为公司总裁 把弗洛拉交到你的手里 爷爷 您叫我来就是说这个 我还以为您说什么呢 您是不是老糊涂了 您真打算让花明月那个草包 代替我继承弗洛拉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不是您亲孙子吗 怎么就比不上那个野女人的野种 你 爷爷 我 他都好 我会永远记住这巴掌 等您百年之后 我将被还到花明月身上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已经拟好遗嘱 画家的一切都属于明月 你 爷爷 您这么做 只会让花明月的下场更惨 您的傻子 报纸巨元宝 谁不想分一杯羹啊 到时候千万别怪我做的太绝 都是您交出来的 你 你再说几遍 我说 都是您交出来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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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以这样 我跟你说了 我不想当什么继承人 我也不会抢走公司 可是你居然为了抢走集团 把爷爷气到昏迷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到底想什么 你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 我们最喜欢玩捉迷藏 然后 有一次我们玩捉迷藏 我躲进了桥洞里 我不小心睡着了 你就整整找了我一整天 之后我把几啥都叫来了 我和爷爷都是你的亲人 哥哥 你是不是有什么 不得已的苦衷啊 别跟我说什么亲人 你不过就是抢走我爸的人 你也配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我妈妈一直都把你当做 亲生儿子对待 我也把你当做我的亲哥哥 你别叫我哥 我从来都没想认过你 就算你讨厌我 那爷爷又做错了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从始至终我都想不明白 明明我才是花家唯一继承人 我比你努力一万倍 为什么爷爷和爸爸只爱你 你说我不该恨你吗 把路易删了 对外 我们还是好兄妹 我不想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做的这些事情 你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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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本来想给你留点颜面的 现在不用了 大门就在那儿 滚蛋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不是您亲孙子吗 怎么就比不上那个野女人的野种吗 那哥哥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吗 对啊 我最喜欢哥哥了 你别叫我哥 我从来都没想认过你 明明我才是花家唯一继承人 我比你努力一万倍 只要你不放弃 我们就还没有输 请你做我的师父 帮我夺回爷爷留给我的一切吧 华明月 我将对你进行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 企业管理 经济金融 社交礼仪 商务外语 专项自救技能 还有各方面的专业培训 我会让你得到进入佛罗拉的实力 扭转你的人设 为你今后继承集团铺平道路 师父 你也知道 我平时学习就不好 我知道 我也没什么实力 我都知道 那你还让我看这些 就没有那种更快捷 更简单 一步到位的方法吗 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如果你没有服众的真材实学 就算你得到了集团 你会很快失去的 你之前不是说什么都听我的吗 怎么 都是假话 当然不是 好 我准备好了 这次绝对不怂 好 如果你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就把这个协议书签了 不合理 不合理 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这哪儿不合理啊 我要你帮我夺回佛罗拉 你却只让我回去之后恢复明月 虽然我很感动 但是呢 我花明月不是这样不知恩图报的人 绝对不会欺负老师 这样吧 等我回到佛罗拉之后 给你分百分之二十的五分 让你和我一起坐英天下 怎么样 躺一炮弹 那我们收留你是不是也 我需要 需要 我说需要就需要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开销 就从我的股份里面扣吧 还有一件事 我需要验证一下 什么 这样可以吗 好像不行 这样呢 好像还是不行 你俩离这么远 怎么可能有用啊 你们三个这么看着我 让我怎么睡啊 速战速决吧 好 任务完成 睡觉去了 你们两个说 明月这丫头摆的什么迷魂阵啊 为什么东海一根塌睡 就过去了 这上一回他俩睡什么时候啊 明月第一次回家的时候 第一次就睡了 那这两次都有什么共同点啊 都是跟明月睡 这不废话 洗澡 洗澡 好 对哦 两次都是花明月洗半澡 嗯 可能是一种体香 这种体香呢 可以刺激到大脑内松果体现素的分泌 睡眠不好的人呢 就影响大 睡眠好的呢 那就 不受什么影响了 那也说不通啊 那上次你们三个 把花明月送到酒店的时候 东海不也没睡着吗 上次花明月喝酒了 酒气遮住了体香 我觉得高人分析得不错 花明月平时身上就有很重的香水味 肯定是这样 什么呀 你们到底站哪边啊 站科学 你们懂科学吗 站科学 好帅就位 高人就位 学队就位 花明月呢 好 起床 起床 我 等等我 等等我 我不行了 再来一次 为什么还不行 不是已经很像豆腐块了吗 你觉得它像豆腐吗 重来 没有五菜一汤 我是不会吃的 榨菜包子 鲜鸡蛋 鲜鸭蛋 鲜鸭蛋 牛熊 五菜 汤呢 一汤 一汤 使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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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加油 走 鲜鸭蛋 对 您 这一段时间 得意 第一工厂现在已经连续亏损二十二个月 我打算 按照我们之前提过的议程 将它关闭 这个议程 老董事长就是不同意 而搁置了 第一工厂 对于我们弗洛拉来说 意义重大 老董事长刚刚躺下 你就迫不及待地 把它关掉 要是他知道了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已经耽搁了两年了 现在趁着地价上涨 是关停变卖的好时候 你不要一股心 牛总 牛 你好像没搞清楚 我现在才是 弗洛拉的董事长 老华 你是老爷子的儿子 你来说两句 我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阿尔维说的都有道理 这第一工厂 对集团来说它至关重要 但是一直亏损 这也是实实 其实呢 集团之前的事情 都是老董事长 还有明晨做的决定 但是现在老董事 还处于昏迷状态 而约好这两年的期限 他还没到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要不咱们再想想 这件事情要不咱们再想想 再想想 你都说了些什么 你 那个 对不住啊各位 我还有点事 你们接着聊啊 接着聊 牛总 牛总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现在距离 是否关闭第一工厂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能让第一工厂 起死回生扭亏为赢的话 算不算你重大决策的失误 你还能够 那我们就三个月之后再看 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 你能让工厂扭亏为赢 我承认是我能力不足 你们大可以弹劾我 我等着 华董 牛总这是摆明了 跟您对着干呀 乙老卖了 欺负我跟鸡前辈 华董 你年纪也不小了 婚姻的事也该考虑了 外溢集团的千金姚盛楠 就是个不错的人选 如果你们能够联姻的话 不需要 出去 董事长 你要的文件 给您放这儿了 在公司里你干吗 你这次买的巧克力 要比上次的苦 你不喜欢啊 喜欢 原来你喜欢吃苦 那我下次多买一点 让你吃个够 你 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 我们还没结婚呢 就住一起 算什么 算 你先忙 露衣来源查到了吗 查不到啊 霍董 不过 我怀疑很可能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人在搞鬼 查一下牛总最近在跟谁来往 好 哇 才三十分钟就做了这么多菜 还没有油烟 太厉害了吧 这有的臭鱼烟机就是不一样 班长做菜都没有油烟味了 对 你们这种厨房 太需要这种集成烹饪中心了 不然到处都是油烟的话 我这每天保养的头发和皮肤都白费了 这点油烟有什么危害啊 油烟里有致癌物 沾到皮肤上就有可能堵塞毛孔 所以防油烟和防晒是一样重要的日常基本护理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这么困扰 还要到中余 你们先把这些端过去 等一下就开饭了 我想聘请你 做我孙女的家庭教师 对不起董事长 我真的不是 我知道 你当过兵 班任过消防班长 还受到外国名校的青睐 以全额奖学金 入校学习MBA 现在是国际救援组织的志愿者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正因为这样 我想用我有限的生命 去救更多的人 所以抱歉 董事长 我不能接受你的任命 你之所以离开市场部 就是因为说话太直吧 于是市场部经理就诬陷你邪秘 把你给开除了 对不对 我会为你恢复名誉的 为什么一定是我 因为我需要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来教导明月 我认识的 想和你拥有 好让你查迷 思念的恋意 想不出次相遇 画为珍惜 没说的秘密 满法在心底 你的笑眉梦充满意义 不耳和怀疑都统统丢弃 我信心占大我的心意 把原因还有关系告诉你 你真心 见你促进不一朵惊喜 Oh baby 马骑驱洒鱼 先生你未来临 爱情像风 我是风筝 见你茉莉 飞向天井 心像小镇 路去路人 可你是外人 初下雨 爱情绪心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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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促进不一朵惊喜 Oh baby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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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才所听 谁是你未来临 爱情像风 往事风筝 见你茉莉 飞向天井 心像小镇 路去路人 可你是外人 初下雨 好常会鼓励 Ooo woo woo 你不孳心 你不孳心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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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见你促进不一朵惊喜 O baby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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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全所听 谁是你未来临 爱情像风 我是风筝 借你茉莉飞行天际 西乡小镇不见了路人 可你是贵人初下雨 好传惠故隐